皮卡中的劳斯莱斯千匹蒙马巷的芬兰竟然连零百提速都测不出来 到底是蒙马巷水土不服还是芬兰气场带降呢 去年国内最火的皮卡必然是到齐的RAM的霸王龙 爆发出700多匹马力的6.2升级2.8引擎 确实也让很多人为之痴迷 随后引进的宣尼斯特调版霸王龙蒙斯更是再一次点燃了富豪的激情 200多万眼都不眨就刷了 但就是这么个拥有上千匹马力零百提速三秒多的高性能皮卡 在芬兰却测不出零百提速 原因就是蒙马巷跑不到100公里每小时 怎么样刺激不震惊不 这玩意在国内可是实打实的三秒多 为什么在芬兰这么拉胯呢 说出来你们别笑 因为蒙马巷在芬兰强制限速大约90公里 芬兰一家经销商正式引进了千匹蒙马巷 起售价为24.99万欧元 大概差不多180多万人民币 这家经销商引进的确实是原汁原味的蒙马巷 改装清单和旋律师提供的一模一样 但当地的广告特地标注了 最高时速近为58英里每小时 原因是蒙马巷重量达到了3.5吨 属于当地的N2级别 也就是minibus 这个级别的车辆想要正常上路行驶 就必须装限速器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结果 你们发展一下脑洞啊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千匹蒙马巷集体在路上 以90度的速度前进 就别说饱受争议的国产车了 公路三趟妈都能朝到树中止了 笑死我了啊 真的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本来蒙马巷正常引进的话 还得支付大约44.8%的税费 但重量超过3.5吨属于N2级别 所以直接免税了 代价就是装限速器 不过如果啊 我私自把这玩意拆了 会不会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呢 有没有知道详情呢 兄弟评论局帮我科普一下 我是急速车车 双击文章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